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的最新情況 有幾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特朗普總統 自從這個彈劾案被否決以後 第一次接受電視台的訪問 當然現在電視台就是Newsmax 不是Fox News 他在這一趟的訪問當中 就對於拜登火力全開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國務卿布林肯 他就宣稱 說會在月底向世衛組織交回費 價值是兩億美金 折合大約是十五億五千萬港幣 至於第三宗消息 針對紐約州州長庫默的彈劾案 就不是這麼悲觀 因為有部分民主黨的州議員 他們同樣都是向這個庫默開火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特朗普總統在Newsmax電視台訪問 說了什麼 他批評拜登的對華政策 是很荒謬的 他就能夠把中國完全控制在他想要的地方 但是拜登對中國就不夠硬 主持就問特朗普總統 你會不會有計劃在2024年的時候 再度參選呢 特朗普總統就避而不答了三次 但是最後他就爆了一句 說現在都不會說字的了 但是我們就有巨大的支持 那就是說 他已經是為了2024 可能再度參選 埋下了一個伏筆 至於他批評拜登的對華政策 其實這個也是在說事實 尤其是在有比較的情況下 就更加是顯得拜登的軟弱 那麼當然2024年的時候 到底特朗普總統會不會捲土重來 雖然現在都是言之上早 但是我就相信 他現在所鋪的路 都是向這個目標來賣進 至於2022年的中期選舉 就等同於是2024總統選舉的前哨戰 所以 兩黨一定都是會嚴陣以待的了 如果 特朗普總統是能夠成功地 幫到共和黨 在參眾兩院 都翻到盤 過到半數的時候 那肯定那個聲勢就會很浩大 也都是會延續到2024的 因為這個2022的選舉很快到 在明年的11月就會選 距離現在21年的2月 只剩下1年9個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說定在這裡吹吹風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這隻拜登 他很厲害 明明他在上任總統之前已經打了疫苗 而且打了兩針 按照他的疫苗反應 已經產生了效用 現在他已經獲得了抗體 是沒有問題的 按照計就是這樣 誰不知昨天這個白宮發言人就證實 說拜登 在這幾個月裡面 都不太可能會在白宮接見外國領導人 即是說要去到幾個月之後才會邀請外國元首在白宮會面 那為什麼拜登是拒絕跟外國領導人實體見面呢 白宮官方的解釋就說 是基於疫情的大流行 以及為了配合 防止疫情傳播 而實施的旅遊限制 限制都是限制平民 你作為一個總統 你可以長期不見人也可以嗎 真是奇怪 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 說上任頭半年都不見外國元首 是不是 你是說明這樣做 你不說都還說事後恐明才發現得到 你說出口的 真是好笑 你怎麼做下去 這個總統 之前就埋行 說自己打了兩針 照計你見誰都沒有所謂 又怕這個武肺也有 賀錦麗 就蠢蠢欲動了 他竟然在上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跟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等等的 外國元首通電話 引起了保守派媒體的很多質疑 人家就說你 你作為一個副總統 為什麼你連椅子都沒有坐亂 就已經開始跟外國元首打交道 你是什麼身份 照計要做都是拜登去做 什麼時候輪到你 這麼活躍 他明明是 1月20日上任 現在都未到一個月 就已經跟了那麼多元首來打招呼 開始有些人就質疑了 喂 究竟你是有什麼居心呢 是不是 隨時準備好接任 還是就算拜登做滿這四年也好 你準備在2024年的時候 競逐總統的大位 開始有些保守派媒體質疑他這件事 賀錦麗在較早之前 亦都跟布林肯進行了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午餐 他就說 接下來都會定期跟布林肯共進午餐 到底 你是不是要為了熟悉一些外交的事務呢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時候好像你接任了做總統 是不是你拿著旗的 現在你打息的 就已經引起了很多人的疑問 好了 接著我們又說說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布林肯 他就說明了 在月底的時候 將會支付超過兩億美元 給這個世衛組織 那這一筆錢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美國政府 之前對世衛組織所作出的承諾 以及未交的會費 現在就一次過這樣交回去 那你進入這個世衛組織 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當初特朗普總統說要退出的時候 無非就是認為這個世衛組織都已經是 腐爛到一個地步 是無可救藥的了 亦都沒有辦法進行到一個有效的改革 於是人家就說要退 好了你現在加入的時候 到底當初特朗普總統說要退出的那些因素 是不是已經消除了 從來都沒有聽過拜登或者布林肯 說要提出改革這個世衛組織 那到底世衛組織還需不需要進行改革呢 還是他們已經認為 世衛組織是能夠 發揮得到他應有的作用和影響力呢 那你也要交代給民眾聽 一下子就說扔兩億美元進去 你付錢之前 起碼都要跟世衛組織開會談談 那布林肯就不點名地呼籲大陸政府 就說所有國家都應該 提供任何疾病爆發初期的所有資料 那你只有一個講字就叫做浪費了 英國首相約翰遜 就說會希望制定得到 有一條全球性防疫條例 到底 你這個拜登和布林肯 會不會 有意來 考慮加入 這個條約呢 那個條約明顯就是在世衛框架以外 去做事 他都不會再在世衛框架裡面 追責 或者是要求提供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浪費時間的 英國甚至乎都沒有提要什麼改革世衛組織 人家一來就已經是另起勞組了 美國還說要交會費給這個世衛組織 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這個世衛組織有什麼那麼值得你留戀 明明退了你也說要加入 最好笑的就是 當時 拜登就猛地批評特朗普總統搞那些外交政策 是為之叫做單邊主義 因為他搞美國優先 又退出一些國際組織 又迫迫盟友諸如此類 他就說這一堆的說話 你現在做了總統之後 為什麼你不見外國元首 真是好笑 你說要搞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也要跟外國元首見面 不見的 只是視像會議 還要一來就給兩億美元這個世衛組織 大陸那方面 就現在禁住拜登來砌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在早兩天就回應 美國重返世衛組織這個決定 中國就表示歡迎 並且就說 世衛組織不是說你想來就來 你想走就走的遊樂場 希望美方能夠以最高標準來自律 承擔起雙應的責任 還要被人這樣串回到你面 說你當世衛組織是遊樂場 現在誰都知道 中國在世衛組織的影響力就是很大 去年美國說想將台灣 申請加入這個世衛組織 成為觀察員 都不行 拜登一上任就說要重返世衛組織跟別人玩 現在別人就告訴你不是上來就來就走就走 反過來就反過來 你就繼續留在那個組織那裏 根本上你沒有影響力 別人影響力大過你 別人的阿非拉朋友多過你 你沒辦法 接著我們就說下一單的消息 就是 紐約州州長 傅默的彈劾案 有一位 韓裔的民主黨紐約州眾議員就叫做金對蛇 他就是其中一個堅定要向傅默追責的議員 為什麼呢 原來他有一位的親人 正正就是在紐約的養老院走了 所以他肯定有一個感受很深 尤其是你傅默 去隱瞞紐約老人院爆發的疫情 壓低了死亡數字 別人就是直接一個 受害人的親屬 他怎麼說呢 他說事實歸事實 他們為什麼不透露死亡數據 完全就是蓄於政治上的考慮 因為聯邦政府在進行調查 他們就不把數據和訊息發放出去 就是因為害怕這些數據 將來會被用來 在政治上針對他們 而他身為一位代議士 是承擔著為公眾追求真相的義務 這位韓裔議員還繼續慎 說他們已經問了好幾個月 因為他們就想通過立法 來挽救人民的生命 來幫助到真正解決的問題 但是 但是州長庫墨 就剝奪了我們這個權力 不讓我們要求他出示相關的訊息 這就是為什麼 他失去了公信力的原因 他就認為整件事就夠了 必須要讓傅墨來負全責 大家看到 這個金兌石 韓裔議員 他就真的 開炮開得很猛 沒辦法 因為他有個親人 剛好在路人院那裡走了 他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和傷害 另外這個傅墨就隔空評擊這位韓裔議員 總之就吵架鬧到沒完沒了 問題就是 現在有些共和黨人就開始 醞釀針對傅墨的彈劾案 當然最終能不能夠通過得到 就很取決於民主黨議員的取態 如果有部分人都決定要倒戈 是支持傅墨不信 可能這個罷免也有機會是成功的 真的不奇怪 因為有很多民主黨的議員都認為 傅墨這樣去隱瞞疫情 其實就影衰了他們 因為他們都要面對選民的檢驗 如果明知道你去隱瞞疫情 他們都去盲撐的話 下一屆的眾議院選舉 這班人肯定全部都沒有運行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逆民意而行 他們是被迫都要聽取民意 當傅墨被彈劾以後 會由誰做州長 到其時就真的要一決高下 當然 傅墨不做就不代表民主黨人 是沒有辦法取回的位 始終紐約州就是傳統的藍州 而這個藍營 大勝紅營 很多票 即使 有部分民主黨支持者 撐不住傅墨 下次不投票 甚至乎投對加 都未必足以撼動得到那個結果 但是起碼來講 如果這傅人遭到彈劾的話 都會令到民主黨人 那個軍心大震 所以那些議員就努力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